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伟廷 刘律师 因为肺炎疫情的关系 所以导致我们现在 劳资关系上有了一些变化 很多的雇主 或者一些劳工的朋友 针对自己的权益 或者是义务 可能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我们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劳工因为疫情相关的事由 没有办法出勤的时候 雇主应该如何给薪跟给假呢 在这个议题上面 有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个案例 有一个叫尹世利跟李正鹤 与廉假的期间相约要去旅游 吃吃喝喝玩玩滑翔翼 就迫降了 那好不快活 那周末的时候 接获到任职的公主公司 通知说 因为公司认为廉假期间 人潮众多 员工如果有出游 就有感染这个肺炎的危险 所以不管去哪里 一律通通不能够到办公室去上班 这听起来不是一件好事吗 但是相对的 你不能到办公室上班 雇主要不要给你薪水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呢 在劳资朋友之间 也非常的反应热烈 到底应不应该给薪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的法律上面 最近通过的严重特殊传染性 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他有这样子规定 针对于这个雇主给予这个防疫隔离假 他的要件跟效果 包括说劳工如果今天接受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 其中隔离或者是集中检疫 没有办法出勤 那应该怎么处理 以及呢 劳工以家属的身份 为了照顾生活上不能自理 受隔离或是受检疫者而请假 那他们的权利 会是什么样状况呢 在这个条文里面呢 他第一个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在隔离跟检疫期间 雇主应该给予防疫的隔离假 而且呢不能视为矿值 也就是说呢 不能够当作这次非正当理由的请假 是合法应该给他准假的 那如果假设强迫用试假 或其他的价别呢 也不能够扣发他的全金奖金 那也不能解雇 或者是对劳工为不利的处分 那另外如果假设真的做了这件事情 那依照我们特殊这个传染性 肺炎防治条例啊 是可以储5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拔环哦 好那大家首先已经知道 依照我们这个特殊传染病的 防治条例是不能够把劳工 当过矿值的 可是接下来真正要处理的问题是 那到底该不该给他薪水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区分成两种泰样 第一种泰样叫做可规则于雇主 那在这种状况下 依照法律的规定 雇主仍然是要给付薪资的 但是呢 反过来看 如果今天是属于不可规则于雇主的状况 也就是说啊 例如说今天劳工自己跑去了 这些我们已经规范了 例如说三级的危险区域啊 必须回来这个回国以后一定要强制隔离 那这个呢也不是雇主要你去的 而是你为了好玩 为了想去旅游 为了不想失去掉你那些旅游的保证金 所以你出去玩回来 那因此被隔离 那如果你因为这样子你被隔离 雇主还要付你薪水 那这雇主 岂不是损失很大吗 所以在这种基于牢房自己 导致于被强制隔离 或是强制检疫的状况下 这时候就不能够要求雇主要给付你薪资了 但是呢如果假设雇主真的很好心 愿意给你薪资 在法律上面啊 我们这个特殊这个肺炎防治条例啊 他也规定说 可以让我们的雇主给付薪资以后 是享有所谓的租税优惠的 可以就这个薪资金额的2% 200% 可以从当年度的所得税里面予以扣除 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传染性肺炎防治条例的 第四条里面有这样子的规定 也就是说呢我们是有点鼓励雇主 虽然你是可以不用给薪资的 但是如果你愿意给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政府呢 让你在税捐上面予以获得一些减免 获得一些好处 那欢迎呢希望呢雇主呢 还是能够尽量的给予劳房薪资 所以呢如果今天假设啊 再反过来看啊 如果今天是我们原则上 应该要上班 但是呢劳工不愿意来上班 举例来讲 今天呢公司呢虽然呢 是依照这个防疫等等相关的规范 本身呢并没有要强制隔离 或者是强制的要求居家检疫的状况 但劳方呢其实觉得好危险哦 我不想去公司上班 我担心呢公司可能有人呢 会传染给我 但是呢不是依法律 可以不用上班的状况 那这时候劳工自己想要请假 那就必须依照试驾或者是请特别休假了 那当然这就依试驾的规定 或特别休假的规定 雇主方呢可能就没有给付薪资的义务 那如果今天呢是老板 雇主方强制要求 劳方你本来是应该上班 然后我强制要求你不来上班 这时候呢就仍然必须要给付薪资了 仍然薪资就必须要造给 所以简单来讲如果假设今天不是强制的 而是雇主或是劳方自己想请假 或者是雇主不希望劳工来上班的 那看谁要求谁就要负担这个不利益 雇主要求的雇主就必须继续挤付薪资 如果是劳工要求的 劳工就不能够跟雇主要薪资 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区分标准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案例来看啊 刚刚啊这个爱的迫降的影视力跟李正赫啊 虽然不是依法要受到隔离或检疫 就是说法律上不需要但是呢 他自己主动的公主公司主动的要求 他不能来上班 这种状况下呢 公主公司是应该要造给薪资的 造给薪资 也就是说这些劳工虽然不来上班 还是可以领到薪资 是因为雇主防范未然 超前部署不愿意让劳工来上班 那这时候雇主方就必须要给付薪资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案例解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